好 這個小木老師 這邊說有女性客人 一直夢到一個女鬼 對 然後呢 後來就是他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男生有沒有 就是他有讓一個 就是女生上吊自殺 對 因為這個 對 因為我的客人來找我就說 到底這個人可不可以解 而且他說自從跟這個人在一起說 每天夢喔 然後他就清楚看到說 他的另外一半就躺在床上 可是有一個女生都一直上吊 而且是連續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所以一個女客人來找你 說她的即將論即婚 這樣的男朋友 對 發生什麼事 對 就是很像每次睡覺的時候 都有看到說這個 他的未婚夫的前面 有一個女生就起來 然後用一個繩子要上吊 這樣的夢境都很清楚 女生做夢 女生做夢 然後連續夢 連續夢 這樣 他來找我就跟他翻牌說 這個人可能有一些前世的因果 或者是可能跟人家怎麼樣 後來他就去問這個男生的最好的朋友 才發現說原來這個富二代以前 有把一個女生也是論即婚嫁 後來劈腿就是跟他劈腿 跟我這個女客人 然後害到那個人就上吊了 突然之間他聽到之後就想說 那就不要解 是 然後我就說對啊 那不可以解 因為你解了之後 反而你會有疙瘩 而且可能每天都會夢到這樣的夢 所以所以那個女生殉錢 是 是 殉錢 而且我是覺得說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你看北中南都很多人都是墜樓 是 是 是 就是我覺得這一年裡面 像我的女客人也好幾個 有些做八大行業的 他們也是都墜樓 對 就是因為他們都被很多 這個富二代騙 有的把他的錢都騙光了 了解 那個辛苦錢 那崔芬這邊還有一個案例 就是結婚之前 男朋友做了一件事 讓女生傷心欲絕 對 有一個女性朋友 他跟男生已經論及婚嫁 而且結婚照都拍好了 婚紗照也拍好了 他非常的期待 然後就是滿懷憧憬 然後後來他們還兩個人一起去婚紗店 拿婚紗 就婚紗照 然後就擺在那個男友的後車廂 想說以後結婚啊 就是先讓男男友拿回家裡頭去 然後就是在這個時候 有一天他這個男朋友 當時已經是未婚夫了 就不見了 那因為他們已經論及婚嫁 所以他也知道這男生住在哪裡 然後就一直找他 打電話找不到就很擔心他 然後去他家找他媽媽說 我最近都找不到那個某某某 他媽媽說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裡了 我也找不到他 所以他就是不斷地找 不斷地找 一開始從擔心 然後最後到絕望 擔心他的安慰 對 一開始他真的是擔心他的安慰 後來怎麼找都找不到他 他開始覺得 他從人間消失了 就不見了 然後他從此之後 他整個人就不吃 不喝 不睡 幾乎沒有辦法生活 他在一個禮拜裡面 就報售了非常多公斤 然後極度的消瘦 他告訴我說 那時候他幾乎是失魂落魄 連走都沒有辦法走 就是整個人都躺在床上 然後是家人就是帶東西給他說 你拜託你吃一點 他撐過了 帶撐了六個月 撐了六個月之後 有一天這個未婚夫又出現了 又出現了 他打電話給他說 你還好嗎 他就說 我怎麼會好 你突然不見了 消失了 然後他說 你怎麼會這樣對我呢 那男生講一句話 他說他真的是 當時他真的覺得他沒有辦法 結果他說 我覺得你應該撐得住 然後他就這樣不見了耶 那他跑去 他為什麼要離開呢 他就是覺得跟他結婚 可能會有壓力 然後他就覺得他沒辦法 他可能沒辦法走入婚姻 那就講啊 可是他就不能講啊 他就突然從這個人間 就突然消失了 不是他就跟到 我們不適合結婚啊 可是他就是不能面對 不能跟你講 講不出口 對 講不出口 他就突然消失了 然後半年以後突然出現說 你還好嗎 還來關心你 所以這個朋友 他真的受到很大打很大的打擊 他從此以後就再也不敢談戀愛 因為這一次就把他嚇到了 因為他那時候真的罹患了 很嚴重的憂鬱的狀況 那所以瑪麗如果說即將結婚 然後有一半提出很荒謬的理由 或者說已經結婚了 那他們這個理由很荒謬 要分手 那你覺得這個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很荒謬就代表 他的思維邏輯已經不把你當作正常人了 因為我跟小孩子講話會同言同語 我跟鄭大哥講話不敢開笑 所以你要看他怎麼 如果他用很荒謬的理由跟你講話 就代表他根本不在意你了 就是找一些理由 堂塞你 老婆拿兩千塊來我去賭博 這個理由也可以揚得出來 代表我完全不在乎你了 要離就離 要給就給 不然我就打你一頓 這樣就差不多該離開了 不管什麼 他只要提荒謬的理由 就是要分手 他不知中你的 但是如果我們還意味地去 符合他的理由 好啦 兩千塊拿去賭 那慘了 你把他越養越大 所以他會不斷地用更荒謬的理由 去跟你互相對待 那你就走路到那個死無童去 所以要分手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理由是什麼 反正就是沒有感情 就是要分手 對 這樣就該理的 好不好 你再去符合他